他这个洗米华 很多人大约都听过他的名声 很多电影根据他的素材来拍 那其实为什么要讲他是所谓的 赌界的古天乐 或者是所谓的澳门的小赌王 因为说实在去年正好刚过世了 一位真正的赌王 这个澳门赌王何鸿燊 很多人想说 这个接棒赌王的 是不是他的儿子或女儿 比如说何超雄或者Laurence何 错 是洗米华 因为他最厉害的是什么 是做中介帮忙干嘛 洗钱 而且在哪里 就在他经营的赌场里面的贵宾厅 那才是真正他人生致富都知道 你知道他被抓的时候 现金居然随身在他那边 总共抓了11个人 他随身就有6000万的现金台币 立刻随身 其实真的就小蛋糕了 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厉害了 但是说实在 为什么我们讲说 现在最怕的 其实不是洗米华 其实最怕 是他的那些名单 是他背后的名单 他有8万赌客会员名单 我看他们瑟瑟发抖 我跟你讲这是全中国轰动中港澳 最重要的名单 清朝有个百官行路 所有收贿的人全都在那个清单里面 现在在洗米华的手里 也有洗钱清单 哇这个名单当出来不得了 对不起导播我们再赶快看一下 他刚才有讲的数字是什么 来上一张 你知道他逮捕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叫做什么 不不不这是最前面的那一张 他逮捕他的名目叫做跨境 这跨境赌博的犯罪集团 这今天知道吗 早就30年先知道 然后你看 2020年7月 以周焯华为首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 总共 你看他发展的股东代理人 199人 更重要是发展赌博代理的 有1.2万人 这还不打紧 所以这要是你中国境内赌博会员8万人 所有你包含在这8万里面的超级会员 VIP接受过洗米华招待的 今后你就真的是无所分钱 包括他的家人应该几十万人多 昨天都没办法睡觉了 对 我跟你讲 他洗米华一被抓不得了 为什么如此 来 其实我说实在经理 很多人讲说洗米华 自己本身其实心里有预感 我们上一张 很多人讲说为什么他有预感 其实在他这个事情被逮捕之前 前一段时间 在很多人就发现摩根大通 小摩 他居然对外发研究文章说 再见中介人 中介人在港澳的地方叫做 其实大家都人尽皆知 就是中间在帮忙洗钱 而且洗钱的管道 后来非常的出神入化 但是他发现说 洗米华居然悄悄脱产了 我跟你讲 他那时候在太阳城 是他的group 他这消息一出来之前后 其实股价已经开始波动 但是他被抓了当天 立即股价暴跌了7.3% 而且不只他 你跟你讲 在整个港澳地方 尤其是澳门你看 像是什么银河娱乐 什么金沙中国 噼里啪啦全部都跌 因为他们很多人 早就有嗅到那个味道 所以你看他很厉害 那个摩根大通 那个文章一出来 他知道哇 他赶紧在这个 这个几个月内 速速赶快去处理这笔金钱 据说这七个月之内 他自己本身处理 他是打八折 赶快卖给他的另外一个合伙人 叫郑丁港 反正总之 他赶快脱彩 身上的这个金钱赶快弄光光 打八折都卖 这代表是真的是 要赶快跑 他就知道说 他大概状况不好 但几年前 其实这些 在港澳 豪江 风云 拉起一片天的 这些赌场们 其实在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 不打贪腐 每年其实早就美况愈下 从2018 2019 2020 我跟你讲 他们这些赌博事业 目前为止下降的这个幅度 大概平均都是三成到监制五成 但是你知道 真正损失最大是什么 就是在他的贵宾厅 里面专门在招待 中国从各地方省市的高官 听清楚了 各地方省市的高官 重要的大员 以及据说还有中南海 直通中南海的金权权贵 全部都在名单 那你看行李花何等高官 来我们看一下 你知道很多人担心皮皮刷的 担心他有个名单 导播我们看下一张 你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 是他手头边有个QR Code 他有8万多个QR Code 各位观众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QR Code 听不懂 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最近疫情 我们去了哪里 少一个QR Code 立刻就有这个讯号出来 各位观众 你知道QR Code 在中国发的多有用 在QR Code里面可以立即消费 立即转账 立即洗钱 而且传过一定留痕迹 你知道在中国的QR Code 他们发展出来之后 他们声称为什么 他叫做跨境去赌博的这个平台 他用的是到第四方支付 我们觉得有一个点奇怪 不是第三方支付吗 因为就是在中国管不到的海外 那个叫做第四方支付 他用的这个QR Code 一扫你知道吗 QR Code在中国可以调记 可以发给乞丐 你要给乞丐那些小人钱 不用 扫个QR Code 你这上立刻赚 你要做什么东西通通都可以 所以你就知道说中国 这个准备抓这个洗米花 背后就是为了他QR Code 8万多张名单 这个洗钱名单 如果他全部 因为你知道 只要扫过 全部都会留下记录 他们就可以按图索记 所以你知道8万多个 夜不成眠的中国高官 等着就是洗米花的QR Code 一出来 他准备恐怕就要被公布完蛋了